但是我沒視頻 又沒有人家走 停下 停下 對 沒錯 太沒看到了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HYMOTO 其實你知道 下賽道的話就是 安全帽 手套 皮衣 跟 車靴 對 但是其實你還缺少了 滑衣滑褲 至於這些裝備有什麼樣的作用 跟細節的話 我們待會一一介紹 字不已辭 我們GO 好 那我們看到這件皮衣 它就是當初 安東尼來台灣騎車的時候 的原尾皮衣 沒有時間就留在這邊 然後安東尼就會這樣回去了 那這是什麼啊 這東西是它的龜背 那它除了有防衝擊的過程之外 它這邊會有一個 就是水袋可以藏在裡面 可以跑耐久賽 或者是就是你騎到一般的淚 你可以拿一個水 吸管出來然後喝水這樣子 龜背它有一個作用就是 它可以騎到那個 整流的效果 所以你在這樣的話 那你的氣流會這樣衝 你後面這樣整流過去 它會有一個流體力學的功用 就是它的手肘滑塊 除了磨膝蓋 你還要幹手肘的時候 真的是幹手肘的時候 所以高階選手才磨得到手肘吧 對 你磨得到嗎 沒有磨到 我很想去試 但是我沒有磨到 我下次會加油 這邊還有它的護具啊 膝蓋 這邊的話護具 那這邊的魔鬼沾的部分 這是黏什麼這樣 它就是拿來黏我們的 滑塊的作用 啊滑塊喔 對也是 這個是什麼啊 也是它的護具 護具 然後這是滑塊 對 滑塊的作用是 就是你在磨膝蓋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減少摩擦力的東西 然後 就讓你可以滑 一個消耗片 對它可能就磨一磨 就也會變成像這樣子 那通常這個滑塊 能用多久啊 那我看你 沒什麼品質的 不是 不是沒什麼品質 只是你有沒有一直在磨 如果你已經很刻意的去 磨你的滑塊 好像那你的滑塊可能 就很快就會 用完 這樣子 點點拜拜 厲害的選手 他們可能 滑塊下去測一下 琴姐它碰到 它可能就不會再 刻意的去磨 它因為你磨它 只是增加一個阻力 就聽過前輩的說法 是這樣啦 就是看你使用的 頻率跟你練車的 頻率這樣子 這裡面啊 都還會有 你自己沒有它的 真的耶 有褲子在剛剛 它硬硬的 對 護具裡面 那它護具會依照 不同的級別去做區分 這邊也有耶 它這邊是有彈性 就是你背在彎曲啊 還是說你在做伸展動作 它都會有這樣子做 彈性空間讓你去發揮 對 都有彈性的空間 那它這邊的材質的話 這邊都是皮的 這邊就是骨粒 因為這邊 你摔傷的時候 你不會 摸到 不會摸到 因為你通常是整個 劈腿摔 對 你不會這樣卸摔 所以那邊做布料 是為了通風 跟你腳要打開的 彈性的做使用這樣子 可是皮衣裡面是要穿什麼啊 皮衣裡面的話 我們需要穿這種 滑衣滑褲的 那為什麼要穿滑衣滑褲 為什麼要穿呢 我們有請老闆來回答 一般來說 洗車的時候 會大量的流汗 所以我們通常會設計 更容易吸濕排汗的材質 來作為滑衣滑褲 來讓皮衣更好脫穿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事不宜遲 去試穿皮衣吧 那我們現在已經換完滑衣滑褲 其實就是很貼身的 然後建議如果是女生來穿的話 穿什麼 運動內衣 在裡面 比較不會 不會 對 其實很奇怪的痕跡在裡面 就運動暗戶塌在外面 也是稍微有遮蔽一點的效果 不會那麼害羞啦 欣賞要下賽道的話 其實不一定要買皮衣 是可以考慮用租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試穿皮衣吧 好 那剛剛我已經很辛苦穿好皮衣了 真的很辛苦 剛剛妳的題沒有抖動 然後再把妳的上門就往上拉 然後再把妳的上門就往上拉 請大呼來教我怎麼穿 好 來吧 啊 對我這邊拉面幫妳拉了 妳先稍微踢一下 對對對 踢一下 踢一下 對 沒錯 我沒開沒開 好 哇 我聽到一個不妙的聲音 你可以幫我用力幫我拉一下 可以往下拉一下 我好狼狽喔 我認識 直接湯姿 我是不是在兩隻手一起啊 對對對 你 然後往上 你敢說 往上 往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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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行 老闆看不下去了 要看哪個 OK 像我們這樣穿皮衣的時候 妳要讓妳的這個護具的地方 定位到妳的膝蓋上面 才是真正有穿到 那妳在穿完之後 妳可以稍微活動一下 可能活動一下看一下 這樣蹲蹲看 往下蹲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地方會 會不舒服 看妳的護具 有沒有到 關節處應該有的位置上面 跟 肩膀啊之類的 都有沒有到關節處上面去 這樣子穿皮衣 才是比較完整的 穿了皮衣啦 好累喔 好累喔 妳覺得第一次穿皮衣的感覺是什麼 很難穿塗 但是 有一種 緊緊被包覆的感覺 妳就很有安全感的感覺 皮 對啊感覺我現在 用使命的滾應該也不會受傷 就是選手可能買新皮都會遺失 他們都會在地板上滾一圈 妳知道這叫什麼嗎 什麼 他們就是為了要開封 手摔 妳在開玩笑嗎 沒有我沒有開玩笑 這是真的 很多選手買新皮都會在地板上滾一圈 那我現在也要滾 沒有沒有先不要先不要 我們還沒有買單 對他們已經摔過了 之後下場就不會再摔摔 原來是這樣子喔 很像是開封的感覺 是穿完皮衣了 那我們下次來到了的話 剛剛有收到需要一雙手套 來選購一雙手套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戴一下手套 下次的部分就有帶子 再把這個 綿起來 我覺得還行還蠻舒服的 握的時候也可以 OK 要怎麼樣才可以知道 這雙手套合不合手嗎 這一紙會不會頂到 這個我也沒有可能 其他的都不算 因為我們是看股場 知道了對不對 好啊 其他的會不會不舒服 動作都有 會不會有壓迫感啊 因為我們有手把 所以它不會這樣 除非就是妳要把 可以說 這樣握著我的手 會不舒服嗎 這邊會痛啊 這邊會痛就不行 看到其實這邊它都有做 長手套跟短手套 真的耶 它都有做這種 保護妳手腕的地方 你哭的出去的時候 把它啟滑的作用 我們一般來說 這裡很容易在摔車的時候 折到 對 那後來我們就把這裡 給它 放棄啊 對 設計的原理就是 防止 熬複複複複的部分 我們這裡為什麼會做兩層 只有單單 硬勢複複 當你碰撞的時候 吸收掉的 撞擊力是最大的 可是 妳的手 沒有地方可以吸收 所以我們利用了 這一塊 撞擊以後 第二支吸收 有點像我們皮衣裡面的護具 撞擊 吸收 妳的背面就不會做 那麼承受 大的 吸收撞擊的部分 一個環通的地方 那穿手套 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進入 穿鞋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穿車靴 車靴 來吧 跟一般穿鞋子一樣 穿鞋子差不多 但是這個鞋子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有做 魔鬼氈的設計 就是為了這樣削皮之後 你小腿度會變得比較粗 那你就可以把它調鬆一點 可以依照自己的小腿度圍去 對 去做調整 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 差不多就 開始你就開始稍微 腳膜不舒服 被包裹太緊的狀態 對啊 腳就鬆鬆的 鬆鬆的 然後就 差不多 因為主要是 還是要留一點空隙 給它 換包太緊 然後我們再試穿另外一隻腳 我就把你打開好了 好 感謝 老實哥 專業的服務 如何 還可以 因為還行 科學的話 長得好酷喔 第一次穿 這個又是什麼啊 你說那個 金屬塊嗎 這個話就又要請我們老闆來回答了 因為在很多比賽中 有些選手在過關的時候 非常容易去摸到 腳踏啦 鞋的 前端部分 所以在鞋子設計上 它會有點類似於我們 皮衣上面的滑換的部分 作為保護性 也作為可以更換的魔號產品之一 這是可以更換的 對 它是可以更換的 那我們現在跳完皮衣 車鞋手套 對 就挑完了 那還有一項也是不可口缺的 沒有錯 就是我們全罩安全帽 全罩安全帽 其實它安全帽最基本的就是你 後腦勺的部分 就不要壓迫 之前戴過一個太小的 就真的會很明顯的感受到壓迫 然後甚至頭會痛 頭會很痛 那拿下來的時候 頭還在痛 就是那真的太小 那真的太緊了 對 主要就是戴起來 不要壓迫 是舒服的 但左右晃的時候 不要跟著 安全帽跟著一起晃 就好 就好 那我們今天的下賽道 裝備挑選 差不多到這邊 那也很感謝我們老闆 為我們挑選啊 然後這麼仔細的講解 對 然後還幫我穿皮衣 他看不下去了 經過這一次的挑選 也更了解 就是下賽道 會需要什麼裝備 對 然後第一次穿連身皮衣 也覺得 真的是沒有很好穿 會卡卡的 一開始穿會覺得 哪邊都綁手綁腳的 但後來 剛挑選下來 穿了之後覺得 能適應啦 還算舒服 你適應得很快 那我們今天就要這裡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下喜歡 那也記得 按讚訂閱 加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是HYMOT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